今天是520 没有想到啊 第一个用秀恩爱的方式 把微博搞瘫痪的 居然是罗志祥 今年4月23号 朱阳青发文宣布与他分手 垂了他频繁劈腿多人运动 罗志祥迅速贵华道歉 承认了所有的取控都为实情 罗志祥旗下的女艺人 蝴蝶姐姐简凯乐 在被周阳青点名之后 也发文承认了与罗志祥的不正当关系 并且向周阳青道歉 此后的这一个月内啊 周阳青与罗志祥再没有任何的交集了 9年的感情彻底弯弯 但是今天呢 罗志祥居然卡着早晨9点12分的时间 也就是周阳青9月12号生日 图文明报的发了一篇长长的文字 回忆他和周阳青的点点滴滴 这篇文呢是类似日记的 从5月1号写到了5月20号 以罗志祥视角 然后回顾了他们恋爱的整个过程 2010年第一次见面 罗志祥就对周阳青一见钟情 通过朋友要到了他的电话 几个月之后 罗志祥才第一次联系周阳青 因为他们刚见面时候玩游戏的梗 但是呢周阳青已经不记得了 之后早晚联系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周阳青还会因为闺蜜 带了跟罗志祥一样的项链而吃醋 罗志祥感觉到 嗯是时候了 之后他们第一个8号纪念日的时候 罗志祥送了周阳青那一条 让他吃醋的项链 插播一句啊 为啥周阳青因为一条情侣项链 这么感动呢 因为啊 罗志祥跟之前的绯闻女友 都有过许多的情侣同款 可能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爱的音证 还有一起骑摩托车买涼面 罗志祥第一次带周阳青见妈妈 一起去游乐园 胆小的周阳青啊 陪罗志祥玩云霄飞车 完成了他一直以来的心愿 周阳青给罗志祥化妆 然后间接的帮助塑造了 朱碧石等等等等 各种的爱的小故事 哎呦还挺感人的 罗志祥还表示啊 周阳青现在做服饰品牌的设计 做得这么的好 其实呢 一开始是他给他制定的方向 也是受他的鼓励才完成的 所以是邀功的一字咯 如果他们现在仍然在一起的话 那么这篇文章一定会让很多人很感动 让人觉得哎呦 他们是真的很相爱的 可是在罗志祥已经承认了 平凡劈腿 懒人感情彻底破测之后 再发出这些的话 就很让人无语了 你拉拉扯扯一大堆 你到底想表达啥 还有网友猜测 罗志祥不会是分手之前就写好了情侣文案 然后定时520发出来修恩爱 结果忘记取消了吧 其实不是哈 文章的最后啊 罗志祥特意的提到了 导致他们分手的不忠事件 表示自己这段时间都在不断的反省检讨 并且再次对周阳青道歉 那么问题来了 两人的感情 李子面子都已经撕成这样了 罗志祥还搞出这么一套深情的操作 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首先想洗白是肯定的 之前他最被抨击的点啊 就是渣男玩动感情 现在就给自己立一个痛定思透浪子回头 苦苦挽回前女友的痴情人设 只要能够配到粉丝们相信他的回头 就是胜利 事实证明啊 他确实是虐到很多粉丝 已经有人开始帮他说话了 第二对于周阳青是好 第二九年 罗志祥几乎从未主动发过和周阳青的高清正列合影 两人的合影啊 基本都是周阳青发的 还大多数都是背影 看罗志祥话中的意思啊 就是说周阳青想要发跟这个两人合影的话 还要跟罗志祥提前报背 周阳青貌似一直都蛮介意这一点的 因为罗志祥微博发过许多跟蝴蝶姐姐的大脸合影 却从来没有发过自己的 所以这一次啊 罗志祥特意的用简体字来发文 还咔咔咔的发了一大堆跟周阳青的正面合影 以示成心 但是我看完他这一篇机灵狗碎的青春疼痛文学 反而会觉得他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让人真的很不适 以前呢 我不让你发合影 现在我都主动发了 这样还不够有诚意吗 这样你总该不生气了吧 赶紧的原谅我 给个台积下嘛 只是罗志祥这一波操作的话 看发长文啊 用简体啊 回应过去啊 每一条都精准的击中了周阳青这种感性姑娘的软肋 还真说不准啊 周阳青会不会一时心软 真的原谅他呢 但是这些都不是罗志祥的最终目的 搞定粉丝是为了重新拉回自己的商业价值 搞定周阳青啊 是为了消除以后再度爆雷的安全隐患 只要搞定他们 我们的顺序公子罗志祥 就又可以光明正大付出捞金了 这几年呢 罗志祥在这个大陆的综艺界 可谓是顺风顺水的 手握极限挑战 这就是街舞等等多个节目的常驻嘉宾 还时常的被邀请加盟到各个选秀节目担任导师 但是被周阳青爆锤 多人运动之后 这些节目啊 基本就跟他解约了 创三本来都已经录制好 他和大张伟的云连埋片端了 也统统被删个干净 原本谈好的各项的代言也纷纷解约了 有经济类博出统计啊 被锤渣男之后 罗志祥的经济收入是蒸发上益 损失巨大 虽然在台湾地区的他的节目是照常播出的 但是台湾娱乐市场啊 就那么大点 不管是曝光度还是经济营收 都是丝毫比不上他在大陆的发展的 时间前他亲自的下场安抚粉丝团 表示自己会回来的 联系上下文 这套洗白球付出的套路啊 已然是十分明显了 真的希望周阳青 千万不要被这种恶鱼的眼泪所欺骗了 他们一月份就已经分手 罗志祥随后就召集了辣妹大开泳池趴 协助朋友亲手把辣妹扔下水 当时周阳青还没有发文呢 他玩的真的是可开心了 这哪是为情所困思念女友的态度呀 想想啊 只觉得索然无味 他那么了解周阳青 写个洗白文都精准的迎合他的每一份喜好 可是你整到最后 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利用 这种人的这种深情 真的是让人恶心啊 谢谢大家